這個只有一個買了西亞的 這個都越好 這邊好像有八個 跟著巡方客視角走進鑽石大樓 上了電梯看似又老又舊的大廈 騎士裡頭暗藏純色 這裡來啊 都變得很難的 這裡來 大概一個個住家大門 裡頭穿著清涼的小姐 都等在裡頭 疫情前鑽石大樓 還有八國聯軍稱號 隔壁條西昌街更誇張 一字排開又是暴如又是短巡 在臺北萬華區深夜 暫居巷弄燒籃路過南信 過去還曾發生 有兩陣萬華警分局長 在路邊遭攔截 引發警戒高層震怒下令 嚴加取締 用破門器強勢攻堅 警方強力掃黃不手軟 24小時都派人站崗守望 不過光是這兩條街 就有上百個個體戶 其中又以越南和中國籍居多 加上業者越來越狡猾 一有風吹草動 就會立刻通知小姐趕快跑 汽車機車追在後頭 這條肖像就像沒有鏡頭 小姐一個轉彎就直接跑上樓 但警方夜部是深油的燈 緊隨其後 最後在進門前一刻 終於逮到人 如果在寺廟附近的話 是不能設的 但是我們看全臺灣 其實不然桃園 基隆 臺北中南部 其實大部分都會在寺廟的附近 就算信專區已經修法通過 但還是沒有地方首長願意開放 最終還是雷聲大 雨點笑 那當然事實上看到警方有執行守望 巡邏或者是組合警惕前方取締 那他當然就比較不會在這邊出謀 除了加強取締 警方也建議夾化紅線 避免微停車輛遮蔽巡邏事件 要防堵性工作者隨機爛刻 徹底斬草除根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